与之波一族没出个火影一直是不少火影粉丝心中的一大遗憾 与之波一族没出火影其实并不是实力问题 在木叶建立之初 虽然班的实力比驻坚差了一丝 但他是天下第二 仅影及实力来要求他那是太小看板了 即使是最反对与之波的飞坚也对班的实力心服口服 而且班当时还真的差点成为初代火影 因为驻坚知道班性格敏感 带头支持他做初代火影 如果成真的话那班也不会从木叶出走 也许也就没好看 后来的第四次忍戒大战 不过按照班的性格 那第一次忍戒大战就会打得无比激烈 因为他真的想靠武力实现永久和平 把别的村子灭掉是他认为的最适当的方式 当然因为连与之波一族的人都反对班出任火影 逐渐才成了木叶的初代火影 忍戒才发展成如今的模样 可以说班没能成为火影完全是性格原因 而后世的与之波族人们没能成为火影 一方面是因为当时的木叶高层都是执行二代火影 严防与之波的态度 根本不会给他们机会 另一方面是因为宇之波灭族事件导致的宇之波高手的叛逃或死亡 那如果木叶高层自二代火影之后不严防宇之波 而且宇之波没被灭族的话 谁最有机会成为火影的 第一个有点机会成为火影的是宇之波竞 他是木叶的精英上代 也是二代火影的护卫 即使是一直秉承严防宇之波政策的牵手飞肩 对宇之波竞的评价也是相当高的 如果当时他抢先元飞日展说出要为了保护大家独自断后的话 他是有很小的几率成为三代火影的 但飞奸绝不会因为这一件事就任命静为三代火影 实力和平时的表现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 所以说宇之波竞即使当时提出来自己留下也未必会成为火影 这和我们对静的了解过少有关 他的实力强到什么级别 有没有开启万花筒都是米 所以按照正常发展最有可能成为火影的是宇之波复月 宇之波止水 宇之波带土和宇之波幼 而影响佐助成长的因素太多 今天我们就暂时不做评价 首先看看宇之波复月 他最有机会成为火影是在三代火影词之后 也就是第三次忍界大战结束的时候 这次火影的竞争者主要是波峰水门和大蛇丸 而复月此时是宇之波一族的首领 也参加过第三次忍界大战 在年龄上比水门大个四五岁的样子 从地位上说 此时的复月是木叶第一大族的组长 如果不被打压的话 也能在第三次忍界大战中获得不小的战功 只是复月在火影中的戏份太少 他的实力到底到什么地步没人知道 最主要的是他到底还没开万花筒血轮演 一直是个未解之名 动漫组倒是给他安排了一个万花筒 但具体能力是什么也没说明 可以肯定的是绝不是他给右看的那个幻术美 仅看漫画剧情的话 复月除了实力不明外性格还稍微有点问题 主要表现是对左柱的教育问题上 相比于对右的关心和赞赏 复月对左柱的成长有些漠不关心 这其实不太符合木叶对火影的要求 像三代所说火影应该把木叶的所有人都看作自己的家人 而复月对家人尚且如此 那他就不符合火影的要求了 总结下复月的优势是年龄合适 且是木叶第一大族的组长 烈士是实力不明 性格距离木叶对火影的要求还有一些差距 所以说他距离火影的位置还有些远 而下面的三个人才是与直播一族火影最有利的竞争者 就是带土 止水和幼 但前提就是历史正常发展 带土在神无皮桥没死 正常地回到了木叶 假设班又找了别人当代理发动了九尾之乱 在四代火影死后 此时带土十四岁 又六岁 止水十岁左右 仅从年龄看 他们三个都没什么机会成为火影 不过三代火影复位后 其实他是一直想找机会将火影之位让出去的 可确实没什么合适的人选 以能力和年龄上说 木叶三人最合适了 可大蛇丸叛逃了 自来也去追大蛇丸还顺便去找欲言之责 而钢手因为亲人的接连战死导致心灰意乱 也从木叶出走了 而除了木叶三人之外 木叶其他人的实力一直是达不到永级标准的 比如说在主线剧情中实力最强的年轻一代是卡卡西阿凯和阿斯玛 他们三个是木叶顶尖的精英上人 然而真遇到影集实力的人 也许只有阿凯开八门盾甲能够对付 只是阿凯在性格上也不适合当火影 况且如果阿凯当火影遇到点用实力的人者就克命开八门 那木叶的脸可就丢大了 所以说年轻一代没有合适的人选 原飞日展才一直担任火影这么久 我们说回雨之波 虽然卡卡西他们此时的实力达不到影级 但又在招物归乡的时候那可是妥妥的影级 大蛇丸是亲自认证过的 而止水如果此时还活着 影级实力那也是无可辩驳的 毕竟他算幼得半个老师 还拥有最强幻术别天神 唯一可以探讨的就是戴土的实力 按照正常发展26岁左右的戴土能不能开启万花筒 我觉得是可以的 即使没有灵的那次世界 以戴土热心肠的性格在之后的第三次人界大战中 也有很多开启万花筒血人眼的机会 甚至是九尾之乱的夜晚 即使牧业高层阻止年轻一代不让参加战斗 戴土也很可能因为关心师父师娘的安全 目睹到他们战死开启万花筒 所以在正常的世界中 戴土 止水和幼都极大有可能拥有影级实力 那他们三个就是五代火影最有力的竞争者 当然实力并不是成为火影的唯一标准 还要从其他方面来衡量 按照牧业的标准 尸城或是血缘跟仙代火影有关 往往能在火影位置的竞争上获得有力的位置 比如飞尖是驻尖的弟弟 元飞日展又是飞尖和驻尖的徒弟 波峰水门是三代的徒孙 可以说木叶的前四代火影彼此之间都有着紧密的联系 而戴土 止水和幼之中 只有戴土是四代火影的徒弟 在关系这方面比幼跟止水就占了先进 而止水和幼相比也能和前代火影产生些许联系 那就是止水是宇智波静的后影 而宇智波静又是二代火影的贴身护卫 幼是被三代看中的同伴 自己也是三代火影的直属暗卫 从这点上看止水比幼幼有些优势 所以从和现代火影的关系上 三人评选火影的优先级是戴土大于止水大于幼 当然还要看作火影的素质 包括但不限于性格 品质和做火影所必须的知识 先看看戴土 戴土可以说是翻版名人 做梦都想当火影 性格品质那是完全没话说 只是在基础知识方面戴土差了些 不过如果卡卡西像陆丸辅助名人一样辅助戴土 那戴土当火影就是没问题的 然后是止水 虽然三代火影说又从七岁开始就站在火影的角度想问题 其实止水应该也不例外 在木叶和雨之波异族的争端中 表面上止水是站到了木叶一方 但他想采取的方式是最温和的方式 想用别天神控制赴月制止叛乱 尽最大限度的不发生流血事件 只是他的计划被团葬破坏了 但即使这样他还是站在大局出发 以自己的自杀延缓了雨之波异族的叛乱 有人可能没想明白止水为何自杀 站在止水的角度说 忽然失去了一只血轮眼 被族人看到的话身为族内第一高手的他是无法解释的 如果说实话 那叛乱当即就会发生 在这样进退两难的困境中 止水自杀 将自己的死变成了一宗悬案 没有计较个人得失 所以从性格 品质再到实力 基础知识方面 止水是符合火影的标准的 最后是又 刚才说过三代火影认为又从七岁就有火影的思维 而且又也是止水思想的传人 在雨之波和木叶的矛盾面前 又和止水一样 一直在追求用和平的方式解决争端 但在止水死后双方的矛盾发展到不可调和的地理 可以说雨之波赋月狭隘也好 也可以说又是站在整个忍者世界的脚步靠 又最后的天平其实是向木叶倾斜了 也正因为如此 木叶高层才对雨之波的情报两股指掌 团葬先一步给又下了诛灭全族的命名 又本身肯定不想执行这个命名 但团葬以佐助为妖邪 又才亲手灭族 从这点上就能看出 又对木叶民众或者说对雨之波一族还是区别对待 他自己也说过 佐助在他心目中最有地位 这从最后一次终结谷大战中也能看出来 即便整个忍者世界的人都站到名人一方 只有又依旧支持着佐助 甚至可以说即便与世界为敌也要站着佐助一方 又对佐助的爱是一种畸形的爱 所以从之后又的表现中可以看出来 其实他并不太适合做火影 在做火影的素质方面 最适合当火影的是止水 然后是带头 最后才是又 然后我们综合方方面面在三人之中 最有可能成为火影的就是雨之波止水 能力完全够 也跟二代三代火影有些关系 带头是基础知识差了些 不信看看名人成为火影后累成什么样子 好了 关于雨之波一族 谁最适合成为火影 今天就说到这 有什么想说的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